今天的发烧话题要带你来关心的 马总统首度证实他要来竞选连任 马总统是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的时候 特别提到了 其实这专访的内容相当的多 不过这个马总统他首度承诺 首度证实说自己将竞选连任 是在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专访内容里头 他说了在2008年参选的时候 他提出的证件就是以八年为期 他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实现证件 总统全程在接手专访的时候 也是以中文回答 当然他认为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 也没有受到罗贤哲案的影响 更详细的专访内容 大家或许可以上网来看看